五到五监察 那么刚刚过去的3月21号 这是世界睡眠日 现在也已经正式的引入到中国了 大家对睡眠 尤其是目前工作节奏非常快的情况下 我们是非常的重视 很多人一觉醒后都说 今天我这觉睡得太舒服了 这一宿连梦我都没做一个 可想而知 睡眠对大家以后的工作是多么的重要 那么今天我们要好好聊聊 睡眠和健康之间的关系到底什么样 那么有两位查客 应该说都是非常重量级的 先来介绍这位 这就是著名的徐文斌大夫 徐大夫您好 徐文斌 后护中医学堂常处 自由随母年期中医 毕业于北京中医药大学 这位是紫围星 围子 各位好 好作梦的女孩 我一看到你 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 我觉得你肯定特爱做梦 你会经常做什么梦 对 我有一个人生的哲言 就是说 我一睁眼就是事 一闭眼就是梦 我还从来就没有说过一个无梦的一夜 你知道吗 而且有的时候就是说 经常做梦 醒了 感觉 哎呦 我这小就跟没睡似的 这梦做得特累 比如说像昨天晚上 我又做了这么一梦 梦见自己在塞纳河上飞 飞啊飞 越飞越高 反正突然一下我自己好像感觉又到了一个筏子上 接着刹河 然后这个筏子转来转去 一下就给翻了 掉水里了 哎呦 惊得我 给我惊醒了 这是什么意思 我我也是最近我说这梦这个实际有按照这个老的说法是稍微有点不吉利 我是真的做这个梦了 什么 清清楚楚梦见两颗牙右边掉了 上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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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掉完了之后 因为我知道啊就是老说法就叫骨肉分离 吓坏了我了 我就多了多唆的给我们两家跟我有关系的都打了个电话 一看接电话的都在 你说话都听好 我就踏实了 哎呦 这些道理 预指是什么 有没有什么道理 徐公先给我们俩解释一下 这个我一般治病的早有看病的一些就是以失眠为主宿的病人比较多 但是大家以为睡不好觉就是入睡困难 其实不是 睡不好觉包括入睡困难还包括什么呢 早醒 睡的没有什么问题 一两点两三点醒了就瞪着眼睛睡不着了 到天亮 这也是属于睡眠障碍 还有一种睡眠障碍就是什么 能入睡也不早醒 但是一宿都是梦 所以说他第二天醒来以后吧 比那没睡觉还累 这种情况下 我们叫浅睡 其实他就没睡着 刚刚您说的两个梦呢 比如说紫薇他说这个梦 他给我一种感觉就是说 他这一宿起伏跌宕 一会飞上去了 然后一会儿就掉下来了 而且他还水里在我们讲这个慎煮水 就说中医讲这个五脏六腑 慎煮水是煮下面 然后呢肝和心是往上走 所以你这晚上就说明你的那个心情是起伏跌宕 不平也不静 您做这个梦呢 老百姓有句话说梦见掉牙呢 就说骨肉分离 是不是家人要有趣事的了 但是你记住 古代人讲做梦也讲圆梦 他圆梦必须说你是在什么时候做的梦 刚才闭眼就做一梦 马上就说你给我圆圆 人家说那是假梦 古人圆梦的时候必须在此时到丑时 深度睡眠的时候 而且跟这种意识没有关联 没有什么逻辑性的梦 人家拿出来才给你讲一讲 大概是你的身体有什么事 或者你的所谓环境有什么 所以不能轻易说梦见掉颗牙就怎么了 别吓我自个儿 威德刚才听了有两个名词 一个叫真梦 一个叫假梦 怎么解释 我们经常老百姓说一句话叫 日有所思夜有所梦 我就说您那梦是假的 为什么 您是处于浅睡 有人是我 我只能说他是昏过去 他还活在白天的那个事当中 你看我碰到很多病人说 我白天发生的事到晚上接着做 然后我起 起夜上到厕所吧 这个梦还续上 我说你这一晚上 我们说那个意识 就我们讲那个心意的意 和那个辨识的识 这个意识你就没有得到休息 所以还在工作 那意思就是说我做这些浅冒 等于是一宿都没睡 一宿都没睡 那我这么多年了都没怎么真正睡过 你劳心 你是劳模 劳心的模范 我听完他这真梦假梦 我现在自己都能够给自己圆梦 你知道为什么梦见这两颗牙掉了吗 为什么 我在前一个月刚刚做了这两颗牙的手术 其中有一颗疼得我要命 然后你牙疼啊 人家还看不出来你疼 就跟装的似的 随后我们的哥们一见着 我说朝东 你最近装牙疼的吧 我说你说清楚了吧 这句话字 这个谐音太难听了 他说我装 装牙疼 我们这节目叫五到五监察 这名字怎么来的 问心无愧的说 我是做梦做出来的 真的 这也是假梦 因为我天天琢磨这事 我说叫音什么名字 是吧 当时我们还不叫财经频道 虽然也叫财经频道 但也叫BTV5 这五又是跟中五有关系 能不能给他联系在一起 于是有了五到五监察 实际上老百姓那是一大堆梦 等着徐宫去解梦 来看小胖调查 比如说就是会喊不出来的那种梦 夜里边被人追的那种 就是遇上一些很恐怖的东西 可能梦到 梦到一个像社会桃源一样的地方吧 梦见过比较漂亮的花 或者是比较漂亮的风景 喜欢乔丹 喜欢篮球 最爱跟他们一样打球 见到钱变成了大侠 世界灾难 梦到自己去什么地方玩啊 或者飞起来啊 那种 就是从山上掉下来啊 打游戏被老师抓 比如说那个跟家人吵架 或者朋友吵架之类这样的梦 重大些啊 就是可能会有杀人啊什么的 梦见蛇 然后经常梦见被人追 比如说掉进水里啊什么的 从高速掉下来 哎呦好害怕 我过去看完这个之后 这威子是不是找到知音了 这些人的状态你都有 我这是郁闷的 人家怎么做梦 都能梦见这些美事捡甜包这种 我从来没梦过 对 刚才这个老百姓 有很多这个做梦的状态 还是很有代表性的 比如说梦见被人追 从悬崖上掉下来 梦见跟人吵架 你看刚才小篇里面 有个女孩特别提到 她的孔步 对 孔和步不一样 孔是什么状态 你看那个孔怎么写 它上面一个拱 底下一个心 啥意思呢 拱是古代用那个牛皮绳 绑东西 你看那个牛皮绳 我们以前知道 这个牛皮绳浸上水 然后一干 勒得就特别紧 对对 所以你看那个心上面捆 我们经常说巩固 什么叫巩固 就给它捆紧了 心上捆了个绳子 解不开了 割的 啥感觉 还有 有的人说 我就心里一紧 一抽上来掉长的眼 就是那种 还有的心脏病人要发作 心隔要发作 它是什么 有一种叫冰死感 就觉得不行了 就要死了 就那种那个状态 就是心里面跟缠绳子一样 就是恐 所以很多人呢 他在梦里面出现这种 一紧 一紧就 就喘不上气了 我有一些焦虑症的病人 他就是这种状态 他就喘不上气了 他就认为 好像自己呼吸气同一个问题 他没有解释心 他说 我这不是喘不上气 去查呼吸科 查人家说你没事 然后再查心电图 说你心脏也没事 我有个最典型的病人 他半夜恐起来了 就是 惊醒了 他就觉得喘不上气 他随手就拿 身边他有个闹钟 他觉得空气好像不流通 他就照着那个窗户 就 拽过去 听见那个玻璃 哗啦一碎 他就觉得 一股新鲜空气进来 又回到现实生活 一下好像就喘上气了 第二天早晨醒来 你猜他把什么砸了 他把大衣柜玻璃 这说明什么呢 心理治疗 自己 他当时喘不上气 不是因为没有空气 是因为他内心发紧 当他喀啦 切了一个东西以后 把这种 就是牛皮水解开了 是心理治疗 并不是空气的问题 你说得要治好自己的病 家里边还必须得称点子才行 谁知道他下回砸什么呀 砸个电视你受不了 对就是焦虑症的一种 典型的表现 所以那女小女孩呢 可能白天 她觉得这个劲上来 她可以用意识平复 她就没事 我要控制 我要平静 当晚上后天理性的意识去掉了 白天被压制那个东西就表现出了 就是空 就是更真实的自己 有一句话叫做姿势不对 醒了从睡 实际上可能就没做什么好梦 这姿势跟做梦真有关系 有啊 你比如说 刚才那个小片里面 有个小女孩说 她梦见梦眼 就是说 人醒了 但是就是身上动不了 人们叫梦眼 这种 做这种梦 或者出现这种状态 往往就是两个手 压在这个胸口 这就会容易出现 对 我们中医讲睡觉 应该是叫 在立如松 卧如宫 卧如宫 它是侧卧 侧卧睡觉就不容易 压心脏 就不能这么睡 不要仰面条件 是往左侧 往右侧 关系不大 很多人说 不要向左侧压迫心脏 我说这个心脏有胸腔 骨骼肋骨保护 不会让你压那么厉害 你要真这么一压 心脏出问题 那你还真有大问题 所以 卧如宫 要侧卧 还有挺着睡 很多人胖 他一挺着睡 他这个小舌头 玄雄锤 就把喉咙堵住了 容易打呼噜 所以错误的话 很多人一打呼噜 揣着一脚 一转身 很多人一憋 打呼噜人 做梦也挺有意思 他打呼噜 震得大家一宿没事 对 他第二天起来说什么 他一宿没睡 他说他一宿没睡 真冤 你说这人从什么时候就开始真正的做梦了 小孩是不做梦的吧 不是 人都会在做梦 因为他那个心在活动 只要你那个心在跳 他就有他的相应的心理活动 人只是能记住 自己做梦没有 或者说意识到自己做梦没有 我们说的真人无梦 不是说他不做梦 这样人要不做梦 就安息了 也是 昏过去 昏死过去了 所以我们说真人无梦 或者健康的人 一闭眼一睁眼 天亮了 一天过去了 所以这是说明他意识就没动 这就是说 那个意识没动 就是说你回归到本我 你不累 很多人是记得一晚上全是梦 一闭眼就是梦 这就是说没睡 那您赶紧告诉我们 怎么才能够做那个真梦 不做那假梦呢 就怎么能够睡得好呢 你想做那真梦 对呀 我也不想说那个睡一觉都没睡 中医对于这个失眠的这种调整 就是让入睡困难的人去睡 或者缩短他那个熬的时间 让早醒的人呢 慢慢延长 还有个呢 就是说让整天做乱梦的人 慢慢的就是什么 开始梦少了 或者是从那种惊险刺激恐怖的梦 慢慢平和一点了 我治那个老教授是什么 治那个老教授是什么 他开始什么 梦也考试吧 都是他最老不及格 或者考不好那科 慢慢他去考试什么 容易的那科 慢慢觉得我最近说又考化学了吗 我还问最近没考 慢慢他就不考试了 心情平和了 意思就是说是你内心脏腑功能的这种紊乱 刺激你老做那个不愉快的梦 刺激你这个本心 我们通过医生的条理 让他平了让他静了 最后他能达到最后说梦少了 最后说哎呀我做梦忘了 最后就说哎呀睡真好 睡得真香 这叫香 是不是人记到的这个梦境 就是离你醒来的时候 最近的那种 一般人就是离得最近那会 也有人被惊醒 就惊醒啊一下记住了 我有时候做奇怪的梦 我就醒来以后赶紧记下来 第二天去看看咋回事 你虽然是徐公在解梦 但是您还不是真人 您还在做梦 两千多年前是装生梦蝶 还是蝶梦装生 我们那些思想情感 是和其他的动物是相通的 贾宝玉梦里一帆云雨 徐大夫案前道破玄机 和好多的这个美女 哎呀缠绵了一番 春梦就是看了不该看的东西 很多男孩子到十六岁 他就会出现这种性梦 接下来精彩继续 威哥在我们这女主臣里边啊 还有一个外号 叫小才女 对 对 对 她的确你看她身边摆了很多名著 一会儿呢 她会把这里边的问题提给你 我再说这些名著之前啊 威哥给大家说几个跟梦有关系的成语 应该挺多的 对对 其实我们听的最多的就是庄舟梦蝶 你刚刚梦也怎么回事呢 就是有一个古人呢 叫庄子 庄子呢夜里头呢 睡觉啊 结果呢 哎梦见自己变成了一只蝴蝶 反正醒了之后呢就晃神 说哎 我到底是 我现在是蝴蝶做的一个梦 梦见我 现在是庄舟呢 还是说我刚才是做了一个梦 梦见了蝴蝶 你看 就是 其实挺 对对 倒指啊 挺绕啊 这个其实是一个 就是说很高深的一个哲理 但是这个从 就是睡眠啊 和这个 啊 节节梦 嗯 应该我们来说一说 有什么道理 对 这一句话两句话真说 说不清楚 但是它揭示一个什么道理 庄子呢 是我们中医啊 中医是道家的传承 老庄 皇老 皇帝 老子 庄子 这都他们的这些哲学啊 这种文章我们都要读 嗯 庄子这句话 它是个寓言 揭示一个事情 就是说我们那些思想 情感 是和其他的动物是相通的 一般的我们理解到这个层次就够了 就是说我们有一个不爱的心 嗯 这些动物跟人 不爱 很多地方可以平起平坐 包括树 嗯 树也是 包括植物 包括植物 实际上这些动物也会做梦 你怎么知道呢 因为我们家养狗 哦 我们家养狗永远它是一个动作啊 它睡着了之后 对 痙攣 一边痙攣一边 呼呼呼呼 它一边好像在叫 我但是我不知道 我说你又梦 你跟人打架了还是怎么着 你拍拍它 一会儿登 起来了 干嘛去 那意思玩 或者给我什么好吃 这都是它的理解 对 实际上这些动物 真的 它在做什么梦 其实呢动物和人都会做梦 嗯 我们说没法表述 但是我们观察 嗯 人在做梦的时候 它这个眼球啊 嗯 在快速的动 哎 还真是这样 所以你观察看 猫儿狗啊 它眼睛在洞上一看做梦了 具体做啥咱不知道 还真不知道 哎 可以说的八卦一点啊 就差一点啊 这国外有这个狗语翻译机啊 它就是通过那些电波信号什么的啪 就给它背上了 结果这狗啊 它有一天就是网上一哥们啊 那哥们就长得比较瘦弱 结果养了一只大狗 它给背上这翻译机了 突然之间这狗看着它之后翻译机显示了 那个英文是说对 你和我到底谁更强度 其实我们老百姓更爱听的是这个黄梁遗梦 讲的是什么的一个书生到一小店里边 说那个吃点东西吧 但是呢那个粥呢得熬一会 是吧 说您先睡一会 说你就睡着这枕头啊 那个店老板也是跟他调侃嘛 这能做好梦 他一下就睡着了 之后呢就发现哎呦 他的人生发生很大的变化 第一个呢 娶了一个如花似玉千金小姐 完了之后呢 娶了这个千金小姐之后呢 又第二年又高中的进士 高中进士之后 接下来做官呢 做了官之后呢 这个小姐呢 也不闲着 给他生了好多的儿女 哎呦 这个儿女之后呢 又生了很多的这个这个孙子 结果啊 就发现他这一辈子到最后 寒衣弄孙子孙满堂 哎呀就是命高兴 一下子醒了 感觉全都没有 就是一梦啊 非常遗憾 一看那粥还没得呢 这就是所谓黄梁一梦 这也跟我们这个 道家有关系 递给他那个枕头的人 是李东斌 也是道家的一个人 也是一般人 他通过这个故事揭示了 就是说人们在世界上 追求这些名啊利 到头来是虚空的 哦 就是如梦如画 佛家讲六如嘛 到头来都是一场空 嗯 那么他想揭示什么 就是说让你活 为自己这个修身养性去活 嗯 你说那么所有的 我们老百姓世俗那些成功的事 在他梦里都实现 这个有的成语啊 要说明这个梦啊 它是能够显灵的 就比如说这个飞雄入梦 就是所谓当时那个周文王 嗯 之后呢他也想成就一番霸业啊 但是我想没有辅助我的人啊 就像我这个朝东哥哥似的 日有所思夜有所梦 夜里突然一下梦了一个什么呢 就是长着翅膀的熊 可不熊 呼入了他的怀里 飞雄入梦 飞雄入梦啊 结果他第二天 要去溜达去了 在河边 突然看见一个人 拿着一个植杆去钓鱼 说这个人哎呀你厉害 说我等你多远 这个谁 江泰公 江泰公呢 就是所谓的飞雄 因为他自飞雄 自飞雄 他叫姓家名上自子牙 浩飞雄 嗯对上号 对文工一下就乐了 说您就是我那梦中人 得跟我走吧 成就大业去了 实际上不光啊 那些成语啊典故 这里边有梦 实际上呢我们很多名著 包括四大名著 这里边都有梦的描写 对 威子才女 哎呀我们做了好多的功课 其实不用做功课 知道这红楼梦的名字上就写上的 这是一梦 是真是引发的一大梦 对不对 就是第一回到最后一回 那全都圆着了 这梦 这里边呢 梦有很多其实讲过 但是我们印象最深的都是贾宝玉的那个梦 贾宝玉那个梦呢 其实有点兴起萌的意思 怎么讲呢 这个孩子呢 贾宝玉 哎到那个就是 呃真大奶奶府上去做客 结果呢中午玩累了 玩了之后呢 就到秦可卿的闺房里去睡觉 秦可卿说 嗨你这个小屁孩就到我这去睡吧 他以为他是小屁孩 他以为是小屁孩 实际已经到了青春期了 结果这一做梦就不得了了 那做的是什么呀 哥哥 春梦 而且在做梦之前他已经参观了他房间的陈设 就是看了不该看的东西 全是启蒙的东西 是全都是什么这个扔过杨玉环的那个这个这个木瓜啊 什么是吧 还有就是说他那个就是景焕仙子的那个那个像 完了之后呢就做了在这个景焕的这个境界里面呀 就和好多的这个美女哎哎呀缠绵了一番 嗯 最后醒了之后呢 最后 对哎 醒了之后最神的是什么 嗯 秦可卿突然一下听到了 这贾宝玉说一说哎 说怎么叫我的乳名啊 嗯 是那个景焕仙子啊 结果跟秦可卿长得一模一样 嗯 说贾宝玉并不知道他的乳名是什么呀 怎么就能够叫得出来呢 嗯 哎 这个就是名著里边的这个梦 为什么他会做这样的梦 是这样 中医讲呢就是说女孩子性成熟呢 那一般是在他从七岁虚岁七岁开始换牙 嗯 然后呢到十四岁呢 我们叫嗯 任麦通太初麦送来来立驾 嗯 而男孩子呢他的成熟要比女孩子晚 一般男孩到虚岁八岁换牙 到十六岁呢出现一个性现象叫金满自义 嗯 十几岁 十六岁 二八一十六 哦就是虚岁十六 那现在就十四五岁 十五岁吧 现在吃激素鸡都早熟 哦 现在吃十四五应该是正常的 嗯 所以呢他到这时候呢就这是人的本能天赋 也就是说我说的那个真心 他不管你后天的教育诱发也好压制也好 他到这儿到这个点了他就开出现这种现象 嗯 所以呢很多呃男孩子到十六岁虚岁十六十五六岁的时候 他就会出现这种性梦嗯 会出现疑惊 所以呢他出现这种花样场面是完全符合这种人的生理和心理的变化 对 所以有些人做完这个梦以后就觉得啊特内疚 特有内疚富旧感说我怎么这样不涉及道德 这是人的本性 嗯 我觉得现在咱们这个教育是越来越我觉得 开化一些 对对开化 然后有这个生理卫生课啊也带着方方的啊 这个虽然把男生和女生啊都分开来来讲一讲 但是最起码呢能告诉孩子这是为什么 这是对的 我觉得大家可以把这事想这么明白啊 嗯 就说有这么多稀奇古怪的梦 嗯 而且很多呢都在自己的身上嗯啊都实现过 这些没关系啊呃中医怎么来解释 它对应的是我们五脏六腑的哪一个器官 以后呢我们会让徐公给大家慢慢的来解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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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